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气方面这几天天气都是一成不变的热和干燥 那么在今天上空更可以感受到从沙哈拉大沙漠来的封城 所造成对可以说是应该算是天空远景的影响 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在灰色的天空下面 全天的气温仍然十分的高 最低气温已经近逼华氏80度 那么最高气温华氏90度以上 炎热指数超过华氏100度 会有下雨的机会但是呢是非常的少 可能会在星期五发生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是在日前梅俊和听众朋友们播报 一名九岁的小女孩被妈妈的男友开枪射击后送医不治 那么这名22岁的男子现在已经被逮捕 Jeremiah Jones 他可以说是前科累累 那么在这一次的家暴当中呢 他是罪魁祸首 他向小女孩的母亲开枪 母亲身重两伤 而小女孩头部重伤 送医不治 好再来看一下 Texas Rangers 现在被要求需要给出更完善的独立调查 在他们过去这几个礼拜 在运送犯人的时候 造成至少已经有三名犯人在运送之间被逃跑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不外乎是Gonzalez Lopez 他逃跑了三个星期 那么在最后呢 他还将一家五口 就是一名父亲和四个儿子 在他们的Vacation Home当中杀死 抢了他们的车子 卡车再开 结果最后被警方逮捕 开枪打死 那么警方表示呢 Lopez是被判无期徒刑 而他这一次逃跑的机会 是因为去看医生 而被送到这个可能是特别的医护用车的时候 而逃跑的 所以当时德州的应该是监管局 立即停止了所有德州境内的犯人转换运输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恢复正常 但是要求Texas Rangers呢 要对这一次的犯人转换中逃跑的事件 做特别调查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7月4号美国国庆日马上到了 那么休斯顿西南区管理委员会啊 将会在星期天 也就是7月3号晚间 来举行这一个盛大 下午1点钟就开始举行盛大的活动 一直要到晚上9点钟才截止 活动发生的地点在Plaza America的广场 就是以前的Shopstown Mall的广场 并且呢会与第二台KPRC一同赞助来报道 那么在这一次 西南区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李雄 他不止一次的强调 要将这个SWMD Liberty Festival的国庆活动 办成管委会的年度标签经典活动 动员委员会董事以及工作人员 集合社区团体的力量 与整个社区分享同乐 另外由于在这一个社区当中 有许多不同文化的样貌 除了有雅医之外 西医等等呢 也是在这一个社区当中 占有很多的人数 因此呢 西南委员管理会Liberty Fest将会 应该算是呈现这些不同的文化样貌之外 并且强调繁荣发展 园委员部分 还有各个摊位估计有60个摊位 除了曾经合作的CARE将会有20个摊位之外 其中包括台湾人活动中心 中华文化中心 社区领袖也都会筹备参与中 另外北德州在过去这几天的高温都已经破百 但是在北德州的这个Anker电力公司的一些顾客 在6月12号的时候居然开始停电了 其中有些住家断电超过24小时 对居民而言这不只是不方便 甚至在这种高温之下 还有危急人畜生命的危险 Anker电力公司出事之后 指出因为6月12号这一天的天气太热 居民开冷气导致用电量大增 造成该公司的设备超载 开始出现断电的问题之后 那天晚间8点42分的记录显示 Anker公司在全德州有143个断电区域 总共影响了3100多户的住宅断电 其中三分之二是在Dallas-Fort Worth的地区 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是发生在昨天 与Harris County North Freeway的这一名 65岁的女子Glender Jackson 那么他是在被送到这个HCA Healthcare Conroe分院的时候 居然被绑在这个Gurney上面 就是运送单架上面 他还能够掏出预藏的手枪 胡乱射击 幸好他射击的两发子弹都没有打中人 而在警察到达之前 急警的这个EMT急救人员已经将他制服 那么Glender Jackson呢 他是被控制死重罪与非法携带枪械的轻罪 经过医疗鉴定后 已经将他送往Mongomerie County的监狱了 Harris County警局表示 因为Glender Jackson先前滋事 才被判定为精神异常所致 所以先将他送到医院做精神鉴定 但是没有想到他抵达急诊室后 居然从隐藏的枪套里面取出了手枪 并且胡乱射击 那么还好救护人员反应迅速 制服了他并且抢走了枪支 才没有导致更严重的伤亡事故 好那么最后来关心一下 Harris County法官Lena Hidalgo 还有这个Commissioner Rodney Ellis 在昨天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来专门针对目前在Harris County里面 出现接二连三的儿童枪支暴力受害事件 那么在这一次的news conference Hidalgo和Ellis呢 他们两个人都表示呼叫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表示啊 现在他应该来举行一个特别的special session 就是特别的议会和州内的立法人员们 来做一些决定在枪支管制上面 那么他说呢 现在在Harris County 已经可以看到因为枪支 被滥用还有犯罪暴力的情形呢 受害者的年纪已经是越来越轻 那么似乎可以感觉到Lena Hidalgo说呢 这一切这个州长啊 若是没有叫一个特别的special session 特别的议会的话 那么他觉得州长是有他自己可以做的权利 但是却没有尽力而为 那么Lena Hidalgo呢 他好像目前他对Harris County境内的犯罪事件 表示开始关心了 但是在过去这四年吧 他的任期好像犯罪的这个agenda 很少是在他的这个处理许多Harris County境内的公事之内 但是最近一年可以看到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 那么再加上也要面临的其中选举 现在大家不论是政府官员或是居民 应该在Harris County居住的话 最担心的不外乎就是犯罪和经济通货膨胀了 好的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剧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 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